有知情就说了 这是家父活着的时候啊 从田边捡来的压缸用 心想一块普通的石上有什么好的呀 这田间地头到处都是 老汉收敛了笑容 严肃的说 小哥 老子我给你一句话 这块石头 三年内不要弃它 三年后我来找你 那刘之行听得一头雾水 随口就附和了就说 这石头不轻不重的 压缸颇好 我闲着无事 也不会把它扔了 如此甚好啊 说完老汉就拄着拐杖离开了 手里边那铁片又是叮当不停的响起来 这之后呢 这刘之行就像以前一样 仍然是侍奉着这个生病的老母亲 说纯来熟去的 忽然啊 有一天这母亲病情加重了 刘之行呢 手里边没钱 急需诊金 而那大夫开的药方里边呢 其中有两位啊 这价格太高 这刘之行囊中羞涩 一筹莫染 怎么办呢 就把这老宅呀 卖去一半 混钱用 此地也不是什么热闹市井 几间破房 想脱手不太容易 最后呢 这刘之行啊 找到了一个商骨 这人叫冯复 那小的时候呢 是隔壁村长大的 后来发迹了 跟这县鼠里边多位老爷都有交情 听闻这刘之行的来意 这冯复缓缓咽了下茶水 说呀 不是不想帮 那你说你这卖院子 哪有卖一半的道理 要么你就一趟老宅全卖了吧 看在这旧巷林的份上 这市价呢 我给你高一成 刘之行略被思索之后 就点头答应了 毕竟母亲的病要紧呢 签了契约 刘之行呢 就跟老母亲搬出了老宅 临走的时候啊 冷不丁的就瞧见院路里边的那口烟菜缸 心想了 昔日里边我随口答应 说好好保管这块石头 哪料 今天我却要离开了 不过呢 又一琢磨 不管如何 我答应了事了 我得做到啊 于是就动手去搬那石头 可是在场这缝妇呢 却联盟阻止 哎 慢慢慢 咱这契约上可是写得明白白的 你卖我这老宅 除了你们母子的衣物 这里的一草一木可都归我了 这石头呢 如今他就兴了缝了 刘志行摇头说 一块鸭缸石有什么稀罕的呀 忽然就心里边一阵异样 大前年 那个瞎眼老汉 要我保他三载 这细细算来 没差几天了 就要到三年了 这么巧吗 这逢富家资俱万 今天为什么放下买卖 专门盯着我搬家呢 他自打进门就盯着这石头 难不成这石头有什么大文章 但是签好的契约 那白纸黑字 覆水难收啊 这刘志行啊 掺着老母亲上了牛车 闪然的离开了这 等这母子消失之后 逢富只该左右 来到这烟材缸前面 对着这压缸石 瞅了凉久 然后使了全力 连砸了竖石锤 石头裂开了 从中滚出了一颗 拳头大小的B色的珠子 真是天中我爷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